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不了解 卖的30破了这款地址有份四级版跟5G的版本 虽然四级跟5G的版本这里的外观是一样 当时他这里有6张左右的差价 那么256G的四级版在华前北有什么好听 我们去一探究竟 八者三只四级256来 那个冰川银是这种颜色是吧 这个我来冰的你这个是四级还是五级五级四级的四级的 嗯 反正的给我来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华为的啊 什么卖的30卖的40 落外五包括p20的都有 今天我们就 拿几个四级版的卖的30破了 我们总在前面挑一个看有没有好一点的 来看一下这两个机器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上面这一台是四级版 下面这台是五级版 它的外观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外观本身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刷机跟四级跟五级版的区别 然后这个四级版的话都挑出来的刚才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 有一点轻微的 小调器吧 整体其他还ok 在现在原装机啊 看一下 摄像头里面的话也没有灰尘 非常好 这个是四级版的8加256级的内存 这个具体的橙色给大家看了一下 刚去挂着那么一点 这个多少点32535 32行不行 本来33的那一点花给你325 好吧 还可以 已经那么一点点 这不要回事了 我等一下吃了 好好好 我说了 这个现在这里一点都不好看 来 现在看下去就好看多了 好吧 就这个吧 ok 白者上时薄乐是19年发布的一款旗舰的机型 搭配的有还是70990的重力器 并且配备的也是oled的屏幕 跟4000万的后置摄像头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火狼狗 下期见